大家好我是列宇函 我们在一年半之前 买了这台SouthUp原具机 也有拍开箱影片 用了这台机器之后 我们原本帮德伟做的小台的推台 就没办法在这个机器上面使用 这礼拜我们终于要帮这台SouthUp 做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推台 那其实网路上做推台的影片也非常多 所以在分享制作这个推台之前 我想要做一个 有点像是推台指南的影片 就跟大家说推台有哪些不同的设计 跟为什么有这些功能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清单 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功能 加入你自己的推台设计 推台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个前挡板 那它的功能就是在切横段的时候 可以给木头比较好的支撑 所以这个是所有推台必备的东西 第二个设计就是这个后挡块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推台在切割的时候 刀片基本上会把台面切成两半 如果只有前面这里来做支撑的话 这一端蛮容易会上下敲甚至分离的 而这一块就会达到支撑而且固定的效果 再来第三个就是前面这个轨道 这轨道最常用的就是下压夹 它的用处就是我们在切比较小块的木头的时候 手不用浮在木头上面 这样可以避免手太接近刀片 第四个就是双轨的设计 双轨的好处就是可以更换成其他支具 可以拿来做tapering或是其他比较特殊的角度切割 第五个设计就来到前挡板这边 会蛮长加上这样的挡块 它的目的就是在重复切割一样尺寸的木头的时候 可以固定好它的长度 这个挡块的固定有时候可以放在前面这边 或是放在上面都可以 第六个功能就是这上面的尺 这个尺当然就是要配合挡块来制作 它不只能够固定长度之外 我也可以用这上面的尺 很快速的调整到我想要的宽度 并把它固定下来 并且重复切割 第七个功能就是在推台最前面的这个安全档块 它的功能就是避免我们在切割的时候 手指头会不小心放在刀片会出来的位置 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最后就要讲到两个 比较特殊但是还算蛮常见的设计 有些人会在推台的侧边加上一个延伸杆 这个延伸杆的用处就是当你在切很长的木头的时候 可以量测距离或是支撑尾端 让它比较不容易倾倒 最后一个推台设计 就是有些人会在这边做一个安全挡罩 除了避免手太接近刀片之外 做罩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加装集成管 可以避免在切割的时候粉尘到处乱飞 所以以上八点就是推台常见的设计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制作的推台前面六项我们都有包含进来 只有延伸块还有罩子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就没有制作 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制作过程吧 决定好设计之后就可以开始裁切板材 由于到时候推台要放上轨道 所以推台的厚度必须要比18mm再更厚一些 我这边是把一片18mm跟12mm对粘在一起 然后再裁切到我最后要的尺寸 因为希望这个推台比较耐用 所以我这边用的是比较好的画木甲板 来做主要的材料 我们下期再见 裁切完之後就可以來洗滑軌的溝槽 我這邊用的是60公分的梯形軌道 會比推台稍微短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這裡夾上兩片木板之後 就可以用修編刀把我要的軌道修出來 這個軌道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它寧可稍微凹下去一點點也絕對不能凸出來 要不然會影響到時候 切木板的時候整個推台的平整 還不用把水拿起 按下給我的讓我一天 但我都會幫你擁有命競梯 我擁有22小姐 我擁有8小姐 我擁有4小姐 我擁有4小姐 我擁有5小姐 可以保持結件事 我擁有8小姐 這邊是利用軌道來測量修邊機要調整的高度 把他修整到比較粗略的深度之後 再用這個0.3mm的厚度軌 把軌道稍微抬高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確保洗出來的高度 把軌道的溝槽比軌道再稍微深一點點 避免他有任何凸出來的可能性 這邊所有溝槽切完之後 把軌道放進去 發現第一個軌道非常非常的緊 但是切到第三個溝槽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有一些縫隙 而且第三個溝槽最明顯 這邊經過檢查之後才發現 是我拿來靠的這兩片木板 已經被培鈴刀壓到有一點變形 所以如果大家要參考這個做法的話 建議是每修完一個溝槽 都把這塊木板修平一次 這樣就可以避免我碰到的問題 軌道都切完之後 我們就要來做減重 雖然推台大部分都是做長方形的 但其實前方有一些區塊 是幾乎不會用到 而且對板材的支撐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是可以裁切掉 這樣大概可以減少10幾%左右的面積 我這邊用的是現成的鋁製軌道 下面要先墊上幾個墊片 讓軌道稍微突出檯面 並點上3秒焦 就可以把它固定到我們的推台平面上 等3秒焦大致固定之後 就可以翻過來把螺絲鎖進去 可以就是用來研究 我們可以從來吧 但到了這邊還沒有要永久固定 我還要先把軌道拔下來 軌道拔下來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這些軌道前後有這個小圓片 這樣可以讓它卡在我們圓鋸機的T型軌道裡面 第二個就是我要在推台還有軌道之間 加上幾個墊片 這樣才能控制它的高度 讓它順暢的在圓鋸機的軌道裡面滑動 因為這些修改 所以這個步驟看起來比較麻煩一些 要先安裝好再拆掉再重新安裝 但這個會依照圓鋸機的軌道高度 還有是不是T型滑軌而有所改變 沒有一定要這麼麻煩 組裝完成之後就可以推進去 確定沒有問題就可以到下一步了 接著就要做推台上方的置局 首先我要做前面的檔塊 前面的檔塊基本上只是讓推台前面不要分開 所以只需要一個小小的方塊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而且也不用擔心它沒有完美的90度 它純粹只是達到一個固定的效果 所以切割完成之後快速的用夾具固定好 就可以把它鎖死 後側擋板固定完之後 就可以連同它把我們的推台切穿 先切出這條線有助於我們等一下前面擋板的安裝 所以接著就要來製作前面擋板 前面擋板就需要比較寬一點 所以我這邊就用跟整個推台平面一樣寬的木板 切出兩個大概10公分高左右的木頭 並把它對黏在一起 這樣就是我到時候要用的前擋板 因為有預期到黏膠的時候 會有異膠跟對齊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會切大一點點 等它膠合完畢之後再做最後尺寸的修正 擋板做完之後 我這邊一樣用修邊機在中間的地方洗出一個溝槽 這個到時候要拿來做我們定位塊的固定使用 前擋板還有最後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就是在下側要切出一個倒角 這個溝槽會讓木屑不容易堆積在檯面上 而影響到我們切割的精準度 到了這邊我們擋板基本上的加工就完成了 接著可以把固定到檯面 先鎖上一側的螺絲 然後再用直角尺大略抓一下垂直 這邊不可能抓到很完美 所以只要大略固定就好了 下一步就要用所謂的Five Cut Method 就是拿同一塊板子依序對著五個面各切一次 最後切下來的這根木條 如果前面擋板沒有垂直的話 這根最後切下來的木條前後寬度就會不一樣 並且可以用這個寬度的誤差來計算這個擋板偏差了多少 如果想知道Five Cut Method的細節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之後可以拍一個單獨的影片來講解這個流程 計算完之後發現我的這個前擋板需要往後移大概0.3米左右 所以就靠著前擋板先夾上一個固定塊 然後把螺絲鬆開 並且在固定塊還有擋板之間 塞入相對應的厚度龜 這樣就可以校正好我們的尺寸 這個Five Cut Method有時候要做很多次 我製作的時候大概重複做了三次 才達到比較好的準度 最後算出來的準度是0.03米的誤差 網站建議是在0.04米以下的誤差就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這樣我就校正好前擋板 就可以鎖上更多螺絲把它做最後的固定 到了這邊基本款的推台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把所有的配件組裝上去 首先是推台平面的軌道安裝 而在前擋板的軌道由於會稍微吐出來一點 我這邊先用砂輪機修掉一點厚度之後 再把它固定上去 由於我們用的原鋸機是Saw Stop 它在鋸片上是有導電的安全裝置 所以鋸條還有鋸片之間必須要保留一定的空隙 才能夠避免它誤出安全裝置 軌道都固定好之後 就可以來安裝我們的固定塊 我這邊用的是蠻特殊的一個8mm的疊型螺絲 然後切成我們要的長度之後 就可以將我們的固定塊鎖在我們的前擋板上 不只很好操作而且縮起來非常非常的穩定 下一步就要來做刻度的標示 所以我這邊先檢查一下擋塊跟前擋的高度差 剛好是2mm 所以這邊我在做壓克力指示板的時候 就拿了兩片壓克力板疊起來 來彌補這個差距 而這片壓克力板上面有切出一條線 這條線就是到時候會來標示切割長度用的 接著就只要在前擋板洗出一個淺淺的溝槽 把尺粘貼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這種尺還蠻酷的 它是鐵製的所以蠻精準的 而且又有背膠 所以可以很快的固定上去 但是它有分左手跟右手 就是一個數字是 往右遞增 一個是往左遞增 所以購買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這邊為了我們操作方便 我是在兩邊都有貼上這個刻度 但是到這裡發現我們檔塊做這麼寬 雖然可以增加穩定度 但是會讓它沒辦法兩側都可以共用 所以我們這邊就決定重新鑽動 然後把這個檔塊縮小 這樣就可以讓同一個檔塊 在推台的兩側都可以來做使用 雖然可能會犧牲一些檔塊的穩定性 但操作起來感覺是還OK 而這個壓克力的指示塊 也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鎖螺絲的圓洞 稍微設計寬一點 所以是有一點空間可以來做微調的 到了這邊基本上就快完成了 只剩最後一步 就是要切出安全檔塊 所以這邊就切下了幾個木頭 然後把它漆成紅色之後 就可以把它鎖在推台最前面 刀片會露出來的地方 我這邊刻意讓兩塊木頭不一樣寬 我這邊刻意讓兩塊木頭不一樣寬 這樣到時候拇指自然會靠在這個安全塊的兩側 比較不容易一時恍神 然後把手放錯位置 這個推台雖然不是網路上 看到那種功能最齊全的 但是已經最符合我們的使用情境 而推台這種東西 必定會因為使用工具的習慣還有作品 而不斷的去做調整 所以哪一天你要做你自己的推台的時候 不一定要做出最高級的推台 可以從這個列表裡面 去選擇哪一些是符合你的需求的功能 你就可以設計出最適合你自己的推台 謝謝你看完這支影片 希望這個推台製作的指南 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來聊一下 我們下一個部份 我們下一個月的推台 就下一個部份 特色的指釋 比較不會讓大家開箱 回看 還有這部份 對我們員工具的運勢 全部打開箱 都是個很小的